現在開始來講解 因為我們一般在球道木 在擠球的時候 你前緣會先觸地 前緣它分成一個是掃擠 掃擠就是把它掃起來 這種的球 幾乎都擠在下緣 比較多 球位很好很浮的時候 才有可能中中下 甚至中間 這種部分 我們會把下緣 下緣的地方把它加硬 來做硬化處理 那你不管是掃擠 還是直接往下 下壓擊球 下壓擊球當然是 中肝面中間彈性是最好 非距離是最好 但這不是每個人都有辦法 馬上就練了起來 那如果你是用傳統的掃擠的方式的話 那下緣的硬化處理 會幫助出球的時候 因為就跟人量草一樣嘛 下面硬上面軟 它就會往上球就往上 然後出球角度就會高 這樣子的話增加飛行距離 再來就是處理完下方之後 再把中間的部分 中間 一個小點 因為這乾面也沒有很大 中間的部分 我們會做一個中間的局部熱處理 也是把中間加硬 所以只要下面硬跟中間硬 這邊軟 它就會有雙彈簧效應 就會硬 軟硬 這樣子你在撞擊球 在撞擊的時候 它這個乾面 會有雙彈簧效應 聲音會變不... 現在還沒有處理前 我們來先聽一下它的乾面的擊球聲音 來我們用狀尾來敲 那等一下我們來做熱處理之後 1300度的噴燈 這種專業噴燈 它的火力比較強 燒之前 先... 我有先準備一個冰水 這個是保特品結冰 然後再去水裡面溶解 現在這個是冰水 那在燒的熱熱的時候 再去澆冰水上去 它就會有所謂的 脆火 脆火就是以前在做 兵器的時候 打刀啊 打刀劍的時候 先把它打到火紅的時候 再把它弄到冷油裡 或冷水裡面 讓它瞬間毛系統產生硬化 這叫脆火 那這樣子處理出來的 的那個金屬就會變成很硬很硬 啊這種 這種鑄造料 可以...這種鑄造的那個不鏽鋼 是可以這樣處理 也可以處理到很硬 只是說 要燒很多事比較花時間而已 那我們今天 簡單介紹一下 我們只是介紹說怎麼處理 我們大概處理到什麼樣的程度 當然如果有時間的話 你要燒整天也是可以 當然越燒就越硬 只是說 這個是人力的時間 還有這顆頭 值不值得這樣燒 有的頭他根本 像沒有配重什麼都沒有光突突的 他的敲起來聲音又很悶的 這種說實在 你在什麼燒他沒有配重 後面後重心的話 他還是難打 一次一樣 彈道會起球很低 這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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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有厚重心 我們只可以把它加重 還有 他頸部可以調角度 比如說現在15 那你一直絕對飛不起來 你可以把它調高 調高出球角度 乾面角度來 會比較好一點 那我們現在開始要燒 首先先把它泡水 先泡一下水 讓它變冷 這現在水是冷的 讓球頭整個是冷的 整個金屬碰到冷水就會冷 然後再來開火 開火 開火 大概是這樣的 火不用太大 那我們就是在底下 底下燒 我們要讓下緣變更硬 就在底下燒 那燒燒燒的過程 因為我們剛有泡水 所以燒到他旁邊的水珠開始蒸發 就差不多 他的溫度就差不多 算 已經開始在加熱 然後燒到 那個整個氣化 就旁邊的水珠氣化之後 再來 再來泡冷水 這樣效果會比較好 那旁邊的水再滾 差不多 來 這個來 10 他就 他就已經 再來 再來 好 中間邊下 來 就把它泡一下冷水 這邊 下緣這個地方 尖角這裡 來回處理 10 10 好 再接下來 我們邊的部分 中間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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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間不用太大 讓他中間這個大概 兩條線溝這裡 讓他這裡變硬就好 讓他開始冒泡的時候 好 開始冒泡了 10 這個就是 好 硬度不夠 然後我們一樣 下面做三次 中間做三次 我們再來敲看看 聲音 你看 溫度很高 上面開始在氣化 好 可以 10 正中間 我們再敲看看 聲音 有沒有不一樣 看 旁邊的水珠就是可以知道說 檢測出來說 現在的溫度 開始在蒸發的時候 就可以馬上 就要馬上泡囉 不然你等一下又太 你等一下就會燒過頭 好 好 來 那我們來敲看看 看中間有變黑了 這線溝都可以處理 黑下來可以重新上色 不用怕黑 再來我們再處理三次 一樣下面三次 中間三次 以我經驗大概 來回 大概都要十次 下面十次 中間十次以上 才有效果 有球友做過這個熱處理之後 反應說 距離多了一二十碼 這必然的 因為你把它變硬了 他打到的那個初速 他的反彈係數會不會超過 不會 因為這種 球刀目這麼小的頭 他的反彈係數 都很低 再怎麼做 再怎麼薄 都不太可能 會超過0.83 所以這個熱處理一下 他會好一點 讓他的距離會好 一二十碼 絕對沒問題 這跟磨薄 把它磨薄一點 有什麼差異 你把它磨薄一點 他很容易凹進去 為什麼 因為鋼不像鈦 鈦有反彈 有彈力 鈦就是彈簧 鈦有彈性 他會反彈 鈦就是硬碰硬 你做很硬的時候 他就是 他會 到一定的層窄 的皮法 他也是會凹進去 所以你鋼的部分 不能太薄 鋼的部分 如果很薄的話 一點細 他一定會凹進去 下面三次 中間三次 中間三次 我這次就沒有用很大火了 因爲什麼 因爲我要做準一點 我要把中間這邊做準一點 第一次用大火 現在開始我們就 用小火來燒就好 燒久一點沒關係 但是至少他的 位置會比較準 好 差不多 爆一下 第一次 好 聲音出來 好 這個好 這樣子的狀況是最好 好 再來一次 這樣 騎的聲音是最好 那你太滾也不行 代表是你燒過熱 最後一次再燒 這第三次 燒網 再來敲看看 準備喔 聽到 其他地方水族 有蒸發的現象 就可以泡 泡冷水 開始喔 其他地方 開始在滾 好 泡 好 關火 抱久一點 比剛剛的 好一點 比剛剛更好一點 因為影片時間的關係 我們沒辦法這樣拍燒那麼久 燒到這樣子 影片就換下一個動 我們講下一個部分 講乾燥 所以那個熱處理部分 講到這裡 就結束 好 接下來 我們來做那個 球刀目 這個 後配重 來增加他的 後重心 讓他容易 更容易起飛 讓他 比較容易 一個 一打心增加 還有他的距離 飛行距離 會增加 他這個 配重 塊裡面 有口袋 像浴缸一樣 他這個裡面 可以灌 膠進去 那 一般的膠 沒有那麼重 所以 膠裡面 增加一些烏鋼粉 黑黑的 那個就是烏鋼粉 把膠跟烏鋼粉 把它拌在一起 把它攪拌 用攪拌棒 把它攪拌 拌在一起 拌完之後 再把它 就像灌水泥這樣 灌水泥這樣 鋸造進去 把它灌到那個孔裡面去 就可以增加重量 攪拌好是這樣 現在我們攪拌好了 來 開始要灌 來 把那個 這個烏鋼膠 這個是烏鋼膠 灌到這個孔裡面 然後 我們就 兩邊孔 注意 不要溢流太多 這個膠是軟的 它會流動 所以 在兩邊 各下一坨 各下一坨 然後 讓它去流 流動就可以了 各下一坨 讓它去流動 然後 讓它再流動 讓它再流動 這邊才可以再一點點 往這邊 往這個孔 然後讓它跑一下 然後我這個膠 是一個一個小時的 所以讓它 進去 讓它進去 那些人 又是一段時間 我們要加速 進去 再進去 進去 到 進去